春秋时期有100多个祝货国 为什么到了战国时期就只剩下战国七雄了呢 虽然从名义上来说呢 我们经常会说是战国七雄 但实际上来说啊 战国时代其实真的不只有那七个国家而已 除了七雄之外呢 其实还有越国 鲁国 宋国 正国 中山国等一大堆的国家 只不过相对于战国七雄来说呢 这些国家的存在感不高 对历史的影响没有那么大而已 而且呢 在战国历史上 他们都没能坚持到最后 在秦始皇登基之前 他们基本上就被灭了 所以后世在评点战国七雄的时候呢 其实主要是有三条标准 第一 这个国家得是一个大国 自身的国力得强大到 足够能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 第二呢 这个国家在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游戏当中 必须是玩家 不能是棋子 第三 除了最后的胜利者秦国之外 这个国家必须得坚持到秦始皇登基 由秦始皇亲手消灭 只有完全符合这三条 才算是战国七雄之一 而除了战国七雄之外呢 战国时代其他的国家 要么国力不足以影响整个中国历史 只能是做墙头草 要么是在秦始皇登基之前呢 就已经被消灭了 这样的国家 哪怕是曾经强盛一时 同样也是无法名列战国七雄之一的 而这其中呢 最具代表性的 可能就是春秋末期的霸主越国了 越国在春秋末期的时候 曾经是最强大的诸侯国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呢 却迅速衰落 最后连战国七雄的名单都没进去 至于说春秋时代的上百个诸侯国 到底是如何演变成战国七雄的 这个事我们得简单来复盘一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大脉络 如果按照兼并战争的阶段来进行划分呢 整个春秋战国的历史 其实一共可以划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做大国崛起 第一个部分开始的标志呢 其实就是那场著名的烽火系诸侯事件 对于那场烽火系诸侯事件 是否存在啊 这史学界一直是存在很大的争议 因为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呢 这烽火台是汉朝之后才出现的 所以西周末期不可能有烽火西诸侯这种事情 不管当时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吧 当然有一点肯定是没有争议的 那就是在西周末期的时候 周王是开始急速衰落 再也压不住下面那些诸侯国了 在西周时期呢 因为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 而周王是自身的力量必须要足够强大 才能维持住周天子对下面诸侯的威慑 而一旦周王是衰落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呢 无法再压制下面的诸侯国了 那下面的诸侯国自然就开始准备各种兼并战争了 在周王是衰落之前呢 因为有周王是的压制 所以当时的诸侯国普遍其实都不太强大 最强大的诸侯国呢 这国土面积其实也就相当于是现代的一两个市那么大 而且小的诸侯国呢 可能也就是一个大一点的镇子 只是一个大型的部落而已 而从烽火系诸侯事件开始呢 接下来的近百年时间当中 一些有远见而且占据了扩张优势的国家呢 开始疯狂扩张 逐渐崛起成为了真正的大国 在这个阶段当中啊 有四个国家最先开始崛起 分别是秦 晋 齐 楚 第一阶段的扩张 对于后来的强大那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在第一个阶段率先崛起 才有可能参与后边的蒸发战争 而如果想要在第一个阶段率先崛起 首先得拿到一个合法扩张权 也就是说呢 只有在春秋初起 拿到合法扩张权的国家 才有可能迅速崛起 而当时秦晋齐楚这四个大国呢 就是以各自的方式 拿到了这种合法扩张权 秦国是因为之前烽火系诸侯的时候呢 派人来救了周王氏 周王氏许诺 秦国以后可以在西方合法的扩张 只要你赶跑了犬容 那地盘都会秦国 晋国呢 是因为帮助周王氏平平内乱 在周平王冬天之后呢 帮助周平王干掉了周邪王 而东背的齐国呢 则是因为他们祖上是那位江太公 当年周王氏策封齐国的时候 一个带天子征伐列国的权利 至于说南部的楚国呢 则是因为天高皇帝远 谁都管不着 人家是靠拳头打出了 所谓的合法扩张权 春秋时代最初的近百年时间呢 其实是诸侯国数量 下降最快的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晋国并国时期 福国三十八 秦国基本占领了关中地区 楚国在南方跑马圈地 逐渐占据了整个江汉平原 齐国呢 则是在山东地区崛起 消灭了大量的东夷部落和诸侯国 光是第一个阶段呢 其实就已经消灭了 超过半数的诸侯国了 能成到第一个阶段 结束的诸侯国 实力基本上都是市以上级别的 镇和县这个级别的诸侯国呢 这个时候基本上 就已经被消灭干净了 而接下来 第二个阶段 开始的标志便是 齐桓公称霸 经过春秋初期 近百年的混战之后呢 几个大国开始逐渐崛起 并且拥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接下来 一套新的争霸制度 就开始逐渐产生了 在第二个阶段当中呢 几个强国开始争当 所谓的霸主 因为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呢 随着几大强国 各自拥有了 各自的势力范围 再想肆无忌惮的扩张 已经不可能了 任何一个小国的背后呢 那肯定都是站着一个大国的 所以一个大国 想要吞并一个小国呢 就势必要对上 这个小国背后的大国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在第二个阶段当中呢 几个大国开始争相 去做所谓的霸主 而一旦当成 所谓的霸主之后呢 就可以利用霸主国的权利 给其他小国戴帽子 然后继续扩张 继续扩张的资格 这其实才是春秋中期 大家争夺霸主权的核心原因 在第二个阶段当中呢 齐国的齐皇宫首先成霸 而齐皇宫去世之后呢 这晋国的晋文宫 又接替了霸主之位 晋文宫之后呢 这秦国的秦木宫 也曾经短暂被尊为霸主 但是霸主国的位置 实际上还是晋国的 直到后来 楚国的楚庄王崛起之后 终于是短暂夺走了 晋国的霸主地位 但是后来呢 等到楚庄王去世之后 晋国就再次夺回了 霸主国的地位了 总之呢 在第二阶段 最开始是齐国称霸 然后第二阶段的大部分时间 其实都是晋楚两国在争霸 然后秦国站队楚国这边 齐国站队晋国那边 如此呢 这双方打了几十年之后 终于是打累了 到了这个时候 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所谓的五月争霸阶段 第二个阶段结束 以及第三个阶段开始的标志呢 第二次米兵会谋 简单来说吧 当时晋楚两国打了几十年 双方都打累了 所以双方就签订了和平协议 但是同时呢 这晋楚双方又都不想让对方好过 出于这个目的啊 晋国在楚国身边扶持了一个吴国 而吴国崛起之后呢 楚国为了对付吴国 又在吴国身后扶持了越国 因为第三个阶段当中呢 晋楚两国签订了停战协议 而吴越两国呢 则是快速崛起 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春秋后期的时候呢 大家基本上都不打了 只有吴越两国还在继续打仗 而第三阶段的结果呢 便是以越国彻底胜出而结束 越国胜出之后呢 不但彻底吞并了吴国 而且也基本上统一了东南地区 到了这个时候 中原地区基本上可以说是六大强国并力 这六大强国呢 分别是秦晋齐楚越 以及北方的燕国 燕国能够成为强国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燕国地处北方 在北方缺乏竞争对手 但是同时呢 这个地理优势后来也成为了限制燕国扩张的最大难题 在第三个阶段结束的时候呢 几大强国之中 其实是以越国的实力最强 而春秋时代结束的时候呢 也是以越王勾建称霸而结束的 而随着越国称霸呢 接下来第四个阶段就开始了 第四个阶段可以称之为是变法阶段 因为当时野铁技术飞速发展 导致传统的奴隶制社会体系开始崩溃 所以在这个时候 很多国家就开始重点解决国内的问题了 在第四个阶段当中呢 为了解决国内的各种问题 各国开始争相变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原本强大的晋国 首先分裂成了韩赵卫三国 东方的齐国呢 也经历了一次改召万代 由江家改为了田家 与此同时呢 各国开始争相进行变法 首先进行变法的呢 就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魏国 而魏国经过变法之后呢 很快就强大了起来 成为了新的霸主 这魏国强大起来之后呢 从魏国出走的武器 又把变法的思路带到了楚国 让楚国也迅速强大了起来 有了楚国的经验之后呢 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原本魏国的变法思路 才是最正确的 所以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边呢 这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 韩国进行了申不害变法 齐国进行了邹际变法 而随着几个主要的大国 先后完成变法 在这之后呢 中原地区已经不可能 有新的大国再出现了 因为当时所有的地盘 都已经被几个大国给瓜分干净了 那些小国再想崛起 已经不可能了 而且呢 如果错过了这个时代的变法快车道 以后再想变法 那就真的是难入登天了 等到秦 齐 楚 魏 等几个主要大国 全都完成了变法之后 接下来就进入到了第五阶段 也就是所谓的合纵连横阶段 进入合纵连横阶段之后呢 原本春秋时期的争霸思路 其实已经不太拐用了 因为到了这个阶段 绝大多数的小国 其实都已经被彻底兼并了 仅剩下的一些小国呢 也都是当年春秋时代的二流强国 比如说宋国 中山国 在春秋时期也都曾经是强国 所以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呢 再想通过占据霸主地位 继续合法扩张 已经不现实了 因为已经没有那种相对弱小的国家了 所以接下来呢 大国之间就开始通过合纵连横的游戏 继续兼并 也正是在这个合纵连横的阶段呢 几乎所有的二流诸侯国都开始倒下了 然后被其他的强国瓜分吞并 因为在这个阶段呢 二流国家最多只能通过合纵连横的手段 保证自己的国家不被吞并 想要扩张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呢 几个二流强国开始先后被瓜分吞并 首先是越国 越国自从越王勾建去世之后呢 一直在不断的衰落 后来国内又开始内乱 所以错过了变法的机会 而到了合纵连横的时代开始之后呢 这其他国家又不可能给越国和平变法的机会 所以后来呢 这越国企图通过对外战争的方式 转移国内矛盾 最后实现变法 但是最终呢 越国在对外战争当中输给了楚国 所以最后就被楚国和齐国给彻底瓜分了 而他大部分的国土呢 基本上都被楚国给吞并了 然后是八国 蜀国 以及义渠国 这三个国家在春秋时代呢 也都曾经是地方强国 但是到了秦国变法成功之后呢 这几个国家在整体国内上 已经和秦国存在较大的差距了 再加上他们往往只是和秦国接壤 缺少合纵连横的空间 所以后来呢 他们全都被秦国给吞并了 再之后呢 便是郑国 宋国 鲁国之类的中原核心地区的中国国 这些国家在春秋时代呢 往往都算是比较强大的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之后 这些国家和几个成功变法的大国相比呢 这实力就差太多了 所以在合同连横的游戏当中呢 他们就不断被削弱 然后被兼并 郑国是在韩国变法成功之后 被韩国给彻底吞并了 宋国则是一度和越国走了一样的路线 企图通过对外战争转移矛盾 但是在对外战争受挫之后呢 被几大强阔为欧 然后被齐国魏国以及楚国给瓜分了 至于说鲁国呢 鲁国倒是一直用合纵连横的手段保护自身 但是到了合纵连横阶段尾声的时候呢 随着二流小国越来越少 鲁国也无法独善其身 最终呢 在长平之战结束以后 秦国想要灭了赵国 然后其他国家去救援赵国 在这期间 楚国派兵去救援赵国 然后在回时的路上 顺道就把鲁国给灭了 到了合纵连横阶段尾声的时候呢 二流诸侯国其实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了 仅剩下的几个国家 基本上就是战国气雄了 而随着这些二流诸侯国全部消失呢 几大强国就彻底失去了战略缓冲空间 大国之间的战略决战自然就开始了 到了这个时候 这场春秋战国时代的混战 就进入了第六个阶段 同时也是最后一个阶段 统一阶段 在这个阶段开始的时候呢 秦国整体的实力最强 这其实也就注定了 秦国将会最终统一天下 其他强国呢 注定是不可能真的联手对付秦国的 第六个阶段